而为了关怀秀林乡弱势家庭 台湾万德慈善功德会总干事郎文静 和信华医疗器材有限公司服务团队 来到了秀林乡捐赠乡亲患者辅助器材 尿布、尿片等物资 而秀林乡长王玫瑰、秀林乡名代表连一龙 感谢社会的爱心来关怀乡境内的弱势家庭 货车里满满都是在着医疗器材、尿布、尿片等物资 满满社会关怀来到秀林乡 这是来自台湾万柱慈善功德会 和信华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的服务团队 把爱送到秀林乡 台湾万柱慈善功德会总干事郎文静表示 送安心到全台湾首站就是来到秀林乡来进行关怀 我们抱着关怀弱势的心态 真的,我一路走来,未来还是这样走 我都今天下来也有跟林代表跟我们也要讨论说 未来秀林乡这边生病沃重的长者 我把我北部的物资要如何来做关怀他们 要做一个讨论 那工部门有肠灶、有肾脏可以补助 他没钱出的话 我们会找我北部的善团、福伦社某某大老板 那我们的未来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共同帮助的、弱势的 秀林乡我们会感谢社会的爱心 让需要关怀者们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其实在秀林乡我们有每一个村都有一个关怀园 其实我们手上都有一些相关 就是说可以达到可以受助的一些对象 当然我们这几年这样操作我觉得非常多的社团都是有来非常关心 那我们会事实的就是将所有社团 就是说提供的一些物资也好、经费也好 那我们都会事实的就是说 依照我们部落族人的需求都会提供给社团 让他们亲自去发放 所以在这里也感谢我们今天万柱功德会 今天也特别来到我们秀林乡 来发放这些物资给真正实际需要的人 我想未来还是可以做一些连结 那我们可以让秀林乡更多的人受到关怀 秀林乡名代表李诺比老师 两年十个月前选上乡名代表 就一直默默的关怀部落 运用自己的人脉和小学的力量持续关怀不间断 而这次台湾万柱池山功德会看到他的行动 也感谢他们提供医疗器材给主人们 让他是相当的感动 非常感谢他 藉由这一次 尤其是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 已经在我们秀林乡 这是第二次他从事做这样的公益 来对我们秀林乡的乡亲朋友 做这个这样的一个协助 非常一个在我们这个 有如我们的写中送炭 需要乡亲朋友 需要这样的协助 在这个经济不行的地方 甚至缺乏这个生计 这个经费的来源 然后碰到他们这个团体 来协助我们秀林乡亲朋友 能够可以让我们反和 也让我们可以得到社会的资源 也感到社会的温馨 秀林乡代表任英龙 两天当中 陪同台湾万筑慈善功德会 挨家挨户 前往需要洗漱的主人们 满满的爱惜 能够让秀林乡更加幸福 记得终于学习道